日本的百年寿喜烧有多死勾矣 今天就领大家去看一看 在这么繁华的大阪市中心 竟然藏了一个百年老木屋 你受得了吗 日本店员也是穿着和服 全程为你服务 榻榻米的房间 还有一个日本庭园 这经理看上去很贵的样子 还没点菜呢 这生鸡蛋就上来了 推荐大家点这个现切的黑毛和牛 肉很厚很大 基本上三片就能吃饱 前菜很精致 可以品尝每个季节不同的新鲜食材 先把这生鸡蛋给它打好 第一片牛肉 日本小姐姐会帮你烧好 整个一个香气扑鼻 然后什么调料都不用加 裹满这个蛋液就可以了 入口爆汁 甜甜的味道 滑滑的口感 简直一个完美 可我们四个人用这么一个小锅 吃起来真的太费劲了 不过这环境是真的一流 闹市区能有这么咸尽的日式木屋餐厅 很难得 最后煮一些香菇 豆腐大葱还有摩鱼丝 配上一碗大米饭 还有咸菜 这个套餐就吃完了 这样隐藏在大阪的百年寿气兆老店 午餐的套餐平均一个人只要300块 比起那些动不动就要1000多的网红店 是不是性价比太高了 想要更多日本隐藏美食攻略的朋友 欢迎直接撕酱油 每天都会更新日本各种好吃的餐厅 千万不要错过 酱油体验评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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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